高雄陵园分局一名诚信侦查所 上个月24号因为酒驾在屏东东港 自撞一处分隔岛 导致脑部严重受创 因为受创严重 情况相当严重 医院抢救了9天 还是宣告不治 这名诚信侦查所 当时是下勤务开车回家途中 在东港大桥下桥转弯处撞上分隔岛 伤众被送医急救 他的血液中被测出有高浓度的酒精反应 事后调查发现他是跟另一名小队长一同饮酒 也因此让分局多名警官都被连坐处分 而诚信侦查所因为脑部严重受创 造成多重器官衰竭 昨天晚上8点多家属同意把管 导致分局警方也派员协助处理后事 高雄市前